回來第三節的 辛亥百年華蒼桑 剛才又講到 這個 汪精衛和 蔣宗正之間的一些 印印圓圓 好像委員說 看完 因為我發覺有位 聽眾 Cam You 你都很熟悉歷史 因為你問到我 蔣介石是否覺得自己不夠之力 不像正統 蔣介石正統就是正統的 不過你第一句說得很對 其實 汪精衛之所以一直 我講俗話一點 在剛才前卿講 蔣介石在中山藍事變之後掌權 汪精衛一直都 調氣不順 不斷想把權力搶回來 其實就有多少這樣的想法 因為 以汪精衛來講他覺得 喂 我 我才是孫中山 在新來革命之前 已經追隨孫中山 還有 我行刺過攝政王 幾乎減透 那時候你蔣介石 不知道在哪裡 都是一個小運運 還有 我汪精衛是國父遺囑的起草人 那 湖漢文大家都知道 他由國父搞革命 追隨到國民政府 而且 而且胡漢文號稱是 國父理論的一個專家 事實上 在1926年的前後 老實說 你說 蔣介石 無論是他在黨內的知力 歷史 各種 因為國民黨 我很坦白說 論資排輩 很論資排輩 在國民黨裡面 蔣介石 如果真的比起這些歷史的地位等等 低九十幾級 和汪精衛和胡漢文 真的差很遠 我再舉一個例子 你孫中山先生一宣佈 戀俄容貢 當時他要改組中國國民黨 然後你才可以容納到共產黨進來 負責起草 改組宣言 的就是汪精衛和胡漢文 孫中山指定他們兩個 那你蔣介石 都還未出頭 都不知道是哪種 你說的 在上海在炒股票 就像小運運 炒股票 炒股票 很正常的 玩女炒股票 炒股票 他又說 我有留意 但是看到二手三手資料 不像幾位看好當事人的日記 不知道 不像幾位看好當事人的日記 老實說 日記我們都未看的 因為陸陸續有些資料透露出來 其實 現在的 蔣介石日記 很多年前已經有蔣介石秘錄 另外最近 出了兩本書 有一位學者 去分析 蔣介石秘錄裡面的內容 楊天石 楊天石先生 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 看看 他現在是 蔣介石日記 會在美國史丹福大學 那個 胡佛研究所 你不可以拍攝 你可以找手抄 抄的 現在透露出來 大概到三一年左右 之後還未透露出來 所以 之後你們所看到的事情 都是很段段續續的 去到三一年 比較 他真的成本抄了出來 因為 那位仁兄 因為最初出版的 蔣介石秘錄 根本是 日本人 緝過的 有些拿出來 有些 他現在 他這一份 是 真本來的 蔣介石 真是自己寫的日記 有個楊天石先生 去到美國那裏 日日夜夜在圖書館那裏 就不斷抄 抄到三一年左右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一些史丹 都是大家去到那裏 之後那些是很段續的 不是太真實的 所以 大家會看到一些 蔣介石比較真實的一面 他動怒 他在日記那裏寫過 我今天很生氣 是 有些 他爭到怎樣呢 他說我今天 見到一個美女 又不能吃 他都會寫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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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美式經過 即是 不可以去 去結識他 即是 即是 你看到 其實蔣鍾正寫 這裏日記 其實都幾 幾重心寫的 真的 真的 用心 去寫 所以裏面的真實性 其實都幾高的 因為在中國來說 近代的名人 他寫日記的 就以蔣鍾正的日記 寫得最詳細 以及寫得最徹底的 即是 他執政這麼久 其實他都 每天都有寫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寶貴的 一個是 史料來的 那 即是 這位 這位 楊天石 都 寫了兩個月 在那裏 在那裏抄 因為他就說明 說明 就不可以 拍日 也都不可以拍照 你可以用手抄盤 即是你可以看出 這位老兄 都非常之有心機 就是 就是 陸續將他那些 日記慢慢的 透露出來 就後人有很多研究 即是 當時每一個事件的發生 他 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他對哪個人很不滿意 對哪個人很喜歡 他都 在日記裏面 有時會 很長篇大論寫一大論 有時可能 即是那天裏面 可能會聊幾隻字 那你可以看得出 他當時的心情 反映當時的事件 對 而在當時的國民黨來說 正如剛才吳委員所說 其實 大部份的人 都是廣東人 而且 背份 亦比蔣介石 要高的 那 為什麼蔣介石 在這麼多 雲雲這麼多人入面 在雲雲這麼多 廣東人入面 自己背份又不高 怎麼能夠 冒起頭來呢 那當然 蔣介石本身有他自己 懂得把握機會的 一個方式 同樣地 當時的 蘇聯的顧問 亦都對他來說 是有一些幫助的 那麼 共產國際 當時來講 是想說 利用這個蔣介石 但是 誰知道 到最後 就被蔣介石 利用了 作為一個 踏腳石 上了他 權力的 一個 高位 那 那 那 我們 其實今天 想著 說完寧漢分裂 就會說 蔣中正的 前一段 比較少年 或者去到 27 28年 寧漢分裂 這段時間的歷史 但是 看法時間也不夠 那 那 我們 其實 在歷史上 中國的領導人 有所謂 鄧小平 有所謂 三上三落 蔣介石 在 大陸統治期間 其實都有三上三落 是 那 剛才 我們看到 他 在 這個 追隨國父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一上的了 在陳鬼明的時候 其實他做了參謀的時候 參謀長的時候 就已經 踏上一個 權力的 一個 高位 這個歷史上 就稱為他一上 這個就是在圖片上面 看到的 這個是1912年的 照片 那時候 蔣介石 還未曾 那時候還未曾 還未曾 冒出頭來 好了 那 他什麼時候 一落呢 其實他做了陳炳明的參謀長之後 沒多久就下了 為什麼呢 聽據說話 就是 國父是派他去追隨陳炳明 但是他去到陳炳明那裡之後 沒多久呢 他就發覺了陳炳明有異心 那據說話 蔣忠正先生呢 就親自向國父報告 就說陳炳明這個人 靠不住的 他會反的 但是國父呢就說 你過濾了 這樣 這條路都跟蹤很久的嘛 有什麼理由呢 當時是心腹來的 對 那所以 據說話 國父就不接納 不接納呢 蔣忠正就很灰心 於是呢 就 有些小朋友就說他不辭而別 即正 不做了 我參謀長都不做了 好像謝英華 走回去上海 所以才有後來大家都知道 就是 陳炳明真是半變了 開怕打這個 觀音山 國父第一件事就是 立刻拍電報去上海 喂 遞跡速回遇了 就是喂 弟弟原來你當初說得對 我沒有聽你說 真的有點後悔 麻煩你快點回來幫忙 其實他已經試過一次 離開了 那這個 回來之後呢 就做了黃埔軍校校長 這個是1924年 這個是麥興經常說的 蔣忠正先生呢 經常有三張照片 放在自己的口袋裏面 這個是其中一張照片 這個應該是黃埔軍校那裏拍攝的 好了 那第二次落呢 第二次落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寧漢分裂的時候 其實寧漢分裂呢 你足足可以說幾個小時 因為中間事實上 是錯綜複雜的關係 因為 剛才兩位都提到 當時 國民黨分裂成三對 西山議會議派的那班極右派 是以北京和上海做根據地 就由一堆 剛剛前天都說的 蔣介石就定到南京 一個南京政府 接著呢 就是汪精衛在武漢 就做他的國民政府主席 他自己那個 那又一堆 其實呢 中間還有一小小堆的 是哪小堆啊 將來我們會講到呢 這個張法輝在廣州呢 又想自己另成一份勢力呢 是 成為一個廣東 仿陳廣明那樣呢 搞一個獨立的王國 不過呢 就因為 後來有共產黨發動這個 這個呢 南昌暴動 南昌暴動之後呢 跟著還有廣州暴動 是 張泰雷的廣州暴動 就打亂了 張法輝的那個 張法輝都要剿共 搞到呢 張法輝自己都要反共 而且呢 因為他自己都要反共 宣佈呢 就是服從 中央 南京政府的領導 如果不是呢 三份 四份 三份 大份 一小份 事實上那段 寧漢分裂這段時間呢 國民黨真是 內部紛爭很重要 其實寧漢分裂呢 那時候就是 兩個不同的政府 有南京政府 有武漢政府 武漢政府呢 又下令通緝蔣忠正 南京政府呢 又要下令通緝 這個二百多個共產黨 當時就 其實是很亂的 很亂的 而且當時你知道 北伐開始的時候 雖然只有八個軍 最初七個軍 那後來加上 湖南的唐生次第八軍 一共八個軍 那但是你一路北伐 北伐軍 是很厲害的 短短幾個月之後 所向披薇 就所向披薇 佔領了十個八個省 也都收編了很多軍閥的部隊 那些軍隊就越來越多 那當時呢 不同的軍人呢 也都依附不同的勢力 那坦白說 汪精衛之所以憑著 鮑羅亭的勞報支持之外 他另一份支持 他在武漢能夠 另立政府的那個力量呢 就是 第八軍的 唐生智那份力量 因為唐生智 靠著國民革命軍 北伐幫他統一了湖南之後 他就收編了 很多地方軍 的軍隊 那就成為了 一份龐大的勢力 而唐生智呢 也都因為自己 因為他以前 和國民黨沒有什麼淵源 就是所謂 你新參加的 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國民黨裡面 地位不高 他就想 靠武漢政府的那個支持呢 又在國民黨的 國民政府的軍界裡面呢 去搶奪實權 那因此呢 就造成了 軍人 又分兩大堆 那事實上呢 寧漢分裂中間呢 雙方還因為唐生智曾經 那兩道號稱 所謂東征 就是由武漢 打落南京 雙方中間 打過兩場仗 也都死傷了很多自己的兵馬 那這個是很令人痛心的事 好的 那第二次下落 第三次上 有什麼時候呢 第三次上呢 就是他 當時來說呢 第二次下落 就是剛才 就跟蔣家小姐 就跟蔣家小姐結婚 就成為了呢 他日後呢 再重出江湖的一個本錢 再重出江湖的一個本錢 這段時間呢 就在這個 這段時間呢 和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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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宋美玲小姐結婚 那段時間呢 就在1928年 就從1928年的1月9日這段時間開始 就開始呢 他那個呢 是事業的另一個高峰了 那好了 他應該 呃 喂 我們不如說一下吧 因為 如果說蔣宗正的前半 決呢 就 可能時間不夠 不如我再說多一點 關於林漢分裂 為什麼會分裂呢 其實呢 如果大家看回北伐軍的 他最初的出發 北伐第一個 向上打 就打湖南 因為是 當時湖南 最近廣東 一來湖南就是 最近廣東 一過了領南就是 第二呢 就是當時 剛才我剛才提過 因為湖南軍閥內戰 是 唐生智為了要爭奪 湖南的領導權呢 就和湖南另外的一些軍閥 就在開戰 因此呢 他就投向國民政府 就任第八軍軍長 而借這個機會呢 也統一了湖南 所以你想想 廣東 湖南 跟著湖北 應該一路上 那就是武漢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地圖 你會發覺 當北伐軍 控制整個湖南之後 向武漢進發的 同時呢 就開了個叉 現在就 沒有去深入去講 其實當時呢 因為 蘇聯的顧問呢 他是 最初 他直接連北伐 他都不贊成 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當時是希望呢 整個廣東 完全在至於他們的控制之下 赤化了 控制了 然後再講其他 那 而 蔣介石呢 提議北伐的時候 第一 要花錢 第二 他們自問自己的力量 都不夠 還未足以控制整個 國民革命軍 那所以呢 最初的蘇聯顧問 是不贊成的 那但是 中山南事變之後 我們剛才一直都提過 蔣介石的權力 越來越大了 那所以呢 蔣介石提議北伐 沒有人反對了 那於是北伐軍就出發了 但是一出發打到去湖南之後呢 蘇聯人見到 第一 咦 順利啊 都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那於是他們就有個想法了 他們就希望呢 第一 湖南之後 剛才說湖北 湖北四川 跟著呢 就連絡呢 馮玉牆 陝西 跟著呢 新疆 因為大家如果有研究民國歷史呢 民國初年新疆 其實已經在蘇聯的 那個控制底下 是 在盛世財 他們前後幾個 楊曾生啊 他們幾個 所謂新疆總督的 當政的時候呢 已經呢 被蘇聯半控制了 受蘇聯影響的了 是 而馮玉牆呢 也都一早呢 就他的 國民軍呢 就已經接受蘇聯的軍火 和援助 那當時蘇聯人就覺得呢 就是 如果 國民革命軍 一路順著這條線上去 他就可以把所有 他可以團結的人呢 全部 連成一整 一條整線 將整個中國呢 至於他的這個呢 就控制底下 然後再隨途呢 向東南發展 第二呢 如果他這樣做呢 他就不需要呢 就是 太早呢 接受日本 或者英美 等其他外國勢力的挑戰 因為大家都知道呢 當時的 東北 華北呢 是日本人 致命呢 是他的勢力範圍來的 狼中脈 而長江流域 福建 這些地方呢 就是 英國人認為是 英法兩個都認為是 他的勢力範圍來的 那麼 蘇聯人就不想 直接和他們衝突著 他想先 沿著我剛才說的那條線呢 控制了半個中國先 然後才再來 那所以呢 當蔣介石轉一個彎 派另一支軍隊呢 向南昌進攻的時候呢 蘇聯人是不同意的 但是蔣介石的想法呢 剛剛相反 前卿剛才也其實提過 蔣介石 有 比較遠的眼光 他看到呢 你打武漢雖然好 武漢有兵工廠啊 有中國的工業啊 但是沒有水啊 當時全中國最大的商業 商負 金融中心 是上海 你必須要透過南昌 南京上海 你才可以拿到錢 而事實上呢 當革命軍 攻到武漢的時候呢 吳佩夫的勢力大致已經消滅了啦 當蔣介石親自打下了南昌的時候呢 當時的所謂東南五省連軍總司令宣傳方的兵力呢 也都大致已經損失得七七八八了 那當時控制中國東南部的英國人呢 已經看到呢 他們這班軍閥的失敗呢 似乎已經是事實力了 那都要穩定第二個朋友才行的啦 那這個第二個朋友 最有可能的誰就是蔣介石啦 那所以他們呢 也都開始跟蔣介石接觸 那而蔣介石也都希望呢 那就是我剛才說的 透過南昌 南京 上海 能夠控制起中國的最大的商負 最大的金融中心 那有了這個商負 有了這個金融中心 他就不用再怕蘇聯顧問了嘛 不用再靠他每個月那250萬勞布 去養軍隊去北伐了嘛 我自己也可以 可以自己自立門戶 自己中國人來搞好自己的事啦 那所以 靈漢分裂也是一個必然的事 因為雙方的看法 雙方的利益根本就不同 沒錯 好啦 那 那 我又想 我又想 拆開不講 不講辛亥革命 就是 近日都 就是 廢廢樣樣的了 有關於大江東去 是吧 那因為 阿委員呢 曾經都是支聯會的常委 跟司徒華呢 都有 有個接觸的 是吧 那今天就是 民主黨或者支聯會 就是 為這個司徒華做神 做了那麼久 到今天呢 就是這個神破滅了 從天空掉落地下 那我想看一下委員 就是對這個看法 怎樣看法呢 我呢 就 認識了華叔很久 也都 就是 我曾經參加過這個 民主黨 就是當時 港同盟 港同盟 那也都 跟他合作過很多次 也都 阿謝兄剛才提到過 也都曾經做過 兩屆的支聯會常委 華叔個人是很值得 令人尊敬的 那就是 他也都 真是 大家都知道他沒有結婚的 是 他整個 全身人都拿出來 搞社會事務 那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呢 就是 今天大江東去一出 大家 突然間 好像突然間 其實我們一早就知道了 不過 就是 似乎民主派裡面 有些人 或者是 突然間才發覺 原來華叔當初 曾經搞過學友社 曾經想 這個 參加過 共產主義少年 共青團 共青團 甚至曾經想 申請加入共產黨 哇 當堂就 嘩然 我自己個人覺得 一點都不需要 這個 就是覺得突然 因為我記得 我 名字我不記得了 但是我記得一個西方的哲學家曾經說過 他說 一個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在 二三十年前 或者甚至再早些 在五六十年前 如果你不相信社會主義 你這個人 是沒有理想 沒有朝氣 沒有熱情 所以 在二三十年前 司徒華對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有理想 有他的抱負 想 追隨他這個組織做些事情 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充滿浪漫 事實上當時 大家只要看回 1949年前後 甚至 甚至 1949年 中共建政之後 頭幾年 幾多人 幾多人 直接在海外回國 參加 新中國建設 所以 年輕人 相信 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相信社會要改良 改革 甚至革命 這一份熱情 這一份理想 是值得鼓勵 雖然 我個人 不是太希望 時時有革命 需要流血 但是 社會改革 大家都同意 蕭伯立說的 剛才你說的 有什麼 那麼出奇 但是 蕭伯立先生說的 如果四十歲之後 還相信共產主義 就有點愚蠢了 好了 那 你對這次 泛民 那幫泛統 對華叔 最後好像 好像剛剛才醒了 原來華叔是這樣的人 大哥 我講清楚一點 學友社 本來就是 中共直接 資助的一個學生團體 青少年學生組織 司徒華是一個開創者 是一個創辦人 他跟中共的千絲萬縷 大哥 你們沒理由不知道歷史 若然是不知道的話 就是豬兜 知道的 你仍然相信 那就有些問題 這幫人 我想大家 如果將大江東去 以平常心去看 衝擊就沒那麼大了 哈哈 因為做神做了太久 大哥 你看 司徒華過了身 搞了半年 搞到最後六四晚會 都好像為他做一個追思會 到今天大江東去的書一出 把華叔過往的一些對共產黨的信任 或者根本想加入共產黨這個組織 那些消息一播出來之後 他們就覺得很詫異 我自己說一句 我相信華叔都會同意的 就是如果華叔有知 我相信他未必期望他死後 民主派在那大半輪裏面做的很多事 大家平常心去看 用平常心去處理 委員都很厚道 不願多說 華叔當年如何透過一些人脈 打壓我們吳委員 吳委員不願多說 其實裡面有很多辛酸事 我也是參與其中 他是秘密來的 他做他應該做的事 其實也不是秘密 華叔大家都知道 他在港同盟時代 他是黨邊 我們做錯事 他邊你兩邊 就像長輩教後輩一樣 打了落身 你就記住 以後改過 吳委員仍然非常厚道 不願多說 我也不說了 這件事其實我也有參與其中 但是不說就算了 今天節目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禮拜日再見 下個禮拜日 不知道吳委員有沒有時間 多謝大家 看看 因為畢竟太晚了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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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